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在美国引发的示威活动 在星期六进入了第十二天 美国多个地方包括了纽约、华盛顿、洛杉矶等等好几个地方 再有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在遇示威游行 而当中在华盛顿的游行更是写下了参与人数最多的记录 上万的民众从不同的地方出发 林肯纪念堂、白宫等地都有人潮 为了避免发生骚乱,国民警卫队出动了四万三千名的警员戒备 白宫周围也加强了保安措施 而尽管在这些示威当中似乎是没有传出冲突事件 不过社交媒体却流传了一张坐在轮椅的流浪汉 被警员智商的照片引起了关注 是的来关心美国各地示威的情况 尽管美国男子乔治·弗洛伊德离世已经超过两个星期 不过美国多地的示威活动仍是没有平息 华盛顿特区星期六写下连续十多天以来 最多人上街示威的记录 成千上万的示威者在国会山庄外和国家大草坪等地方聚集 并游行到白宫 为了控制局势 防止骚乱行动 国民警卫队出动来自三十四个州 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四万三千多名警卫队员 在各地执法维持秩序 美国白宫也加强戒备 如你所见 参与示威的人群 不只是非议美国公民 无论肤色 一些美国民众也和示威者站在一起 高喊口号 敲据弗洛伊德的死凝聚了全美各地的民众 呼吁美国政府关注种族歧视问题 在纽约 数千民众在烈热当空下 从曼哈顿中城开始游行 现场没有发生任何冲突事件 示威者在游行列队伴奏 气氛平和 尽管周末举行的示威似乎没有引发骚乱 不过社交媒体却传出一名坐在轮椅上的男子满脸鲜血的照片引起争议 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 这名流浪汉是在一场示威行动 遭警察以橡皮子弹击中了他的脸部 根据报道 目前洛杉矶警察正在调查相关事件 而在纽约州 则是有两名警员涉嫌推倒一名75岁的示威者 导致他头破血流 涉案的两名警员正式被控袭击罪 但他们否认有罪 NTV7综合报道